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它說 A是介於6跟10之間 B是介於2A跟2A之間 那C是等於A加B 它問C的範圍 首先我們看看 A是這個範圍 B是這個範圍 那我們現在來看看 這個 A加B A加B 我把它寫成形式 A加B A加B 這是小於2A加10 大於多少 大於6加2分之類 那這就C C C 它是小於多少 因為 這個有等號 這個沒有等號 所以你加起來的話 這個沒有等號 為什麼?等號不成立 等號多不成立 所以這個C 它是小於多少 2A加10 大於6加2分之類 那我們現在來看看 這個C 這個C 介於這個 2A加10 跟多少呢 跟6加2分之類 A 那現在的話 A變動以後的話 那這個範圍就開始變動 所以C的話 它最大多少 A最大多少 A最大的話是10 沒有包括10 所以C 它是小於30 這裡 這裡的話最大是30 但是沒有包括30 這個是30 非常非常靠近30 大於多少 大於A 它最小是多少 最小是6 6的話帶進去的話是等於多少 所以是大於6加3 6加3 6帶進去 這A的話大於6 A的話大於6 這大於6加多少 A大於6 6加3 這個是等於9 所以是9在這裡 所以C是介於這個之間 這個是怎麼看呢 就是說 你C的話 A的話最多是30 所以C最大是30 然後的話 你那個不同的A 它C就有不同的範圍 所以的話 C是從這裡到達這裡 這裡是等於9 所以C的話 是介於30分9之間 C它是小於30 大於這個9 所以這一題 答案應該要選多少 應該要選D 我C小於30 大於9 我C小於30 可以選擇 2個 1個 2個 2個